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今天的故事比较短 全程高能 那咱们就短话长说 凑一下时长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动动你勇敢牛气的小手 先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马上发车 玩家又又又又又 开了一局无魔祖生存 他出生在一处岛屿 开局 他先跟周围的动物友好的交流了一会儿 随后他便在这广袤的海平面 又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小岛 玩家划着小木船 很快便来到了这座小岛上 上来后 这里是一个深邃幽暗的矿坑 玩家换上下界合金甲 准备进入到矿坑探索一番 进来后 没想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垂直的矿坑 这么简单 前方还有更加优深的矿洞 玩家靠着火把微弱的光亮 逐渐的朝着更深处走去 沿途还不忘收集一些青金石 他边插火把边查看矿洞的情况 毕竟如此黑暗的环境 神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走着走着 玩家发现了水 在MC中这就很离谱 为什么水没有把这个矿洞淹没呢 牛顿看见了都得直呼离谱啊 玩家没想太多 继续朝着更深处探索 没走多久后 玩家已经来到了矿洞的尽头 这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东西 玩家决定原路折返 前方功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保护一下矿洞 正我拿他回头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在前方半空中 发现了一个物体一闪而过 通过放慢玩家的画面 可以看到 这个物体像是凋零 但是听声音不像是凋零发出来的 紧接着 玩家的画面开始变得灰暗 并且这种奇怪的声音 一直环绕在他的周围 玩家当下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快跑 他寻着来时插的火把 全力地朝着洞口跑去 他可以感觉到 那个神秘的物体 就在他身后一直紧追着他 眼看离出口越来越近 但是他该怎么上去呢 物品栏的60块原木 应该够了吧 正当玩家准备搭高塔上去时 他内心好奇的欲望 迫使他又回头 看了看那个神秘物体 有没有追上来 直见一个类似于凋零 当于像HEM的飞行生物 朝着他靠近 玩家已经慌了 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葛屁了 可就在这时 一声来自宇宙的怒吼声传来 又是迪迦 我们的光之英雄他又来了 这个凋零HEM 很快便败在了迪迦的手下 谢谢迪迦 我们永远相信光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 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